大家好,欢迎来到ET毛教师 我是ET教授陈村里医师 上个礼拜的时候 教授到东森宠物云的行众门市去逛 发现有一个水族卖场 一逛之后教授就收养了两只可爱的小丑鱼 回家教授也开始对这个小丑鱼有一些研究 发现小丑鱼它原来是一夫一妻制 而且如果说此鱼死掉之后 这个公的小丑鱼它会变成此性 来取而代之在反映后代 而这个小丑鱼本身的话 它一旦决定这个壮士断软 那它一辈子就回不去了 另外呢小丑鱼它本身是此性的社会 所以呢我们的小丑鱼必须担任保家卫国的动作 所以经常会暂时这个沙场 那教授真的觉得这个小丑鱼它真的非常的可爱 也非常的英勇 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呢 教授今天要来教大家认识这个中暑 也就是所谓热衰竭 目前呢真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 而在医院这样出现的比例也越越高 那纵鼠它顾名出现就是它动物的体温升到够高了 一般狗狗的这个体温大概落在37-38.5度C左右 那它的体温如果升到这个39.5度C以上呢 它就是一个异常尺 那犬猫它不像人类一样 它有这个汗线可以帮忙排汗 它主要是靠它的脚底 另外就是它的舌头下面有这个汗线 而脚底汗线排汗的话 基本上量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够 所以大部分还是透过狗狗脏口污吸喘气的动作 来帮助排除这个热量 狗狗它中暑的症状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主要有这个过度的喘气 有口水 然后再来可能会呕吐 铺泻 然后另外呢 如果说严重的时候还会陷入这个 这个漏尿 甚至忽敏的这个情况 然后再来的话当然就有可能会引起死亡 因为遇到中暑的时候呢 该怎么处置呢 其实中暑它是一个必须立即立即处理的一个急症 所以当你遇到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你要赶快把毛起来移到这个阴凉凤凤处 当然是如果你手边有这个酒精 或者说有水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酒精沾水 沾这个棉花 帮它擦拭它的耳翼 腋下 腹部等等没有毛的地方 然后当然呢 如果说它本身愿意喝水的话 你可以让它稍微填一些冰水 你可以协助它快速降温 当体温如果降到这个39.4度左右的话 就可以慢慢的帮毛小孩停止降温 另外切记一定不要把毛小孩直接丢到这个水里面 让它直接降温 因为冷水会让它表面的微血管直接收缩 收缩之后它本身的散热能力就会丧失了 这时候可能会让毛小孩无法散热反而更危险了 所以呢你的毛小孩如果出现已经漏尿了 而且它已经陷入昏迷 而你所处的位置可能在海边或者在山上 你离医院真的非常远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往医院后送反而不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要赶快立刻帮毛小孩降温 这时候教授呢教你如何帮毛小孩做一个紧急的组织 让他有机会度过这样一个危险的重症情况 如果呢离你最近呢是这个便利超伤的话 你可以准备这个胶带 厂温的矿泉水大概580cc 吸管或者是原汁笔都可以 那原汁笔的话你尽量选择这一种顿的头的这个 这个毛小孩比较不会伤到它的这个直肠或肛门 首先呢你可以把这个矿泉把它打开 那在这个灌水之前你可以依照这个矿泉水瓶上面先画个颗度 比方说像这个的话是这个580cc的水 你就帮它画6个颗度大概一个颗度 然后大概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是100cc左右的量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原汁笔头把它打开 好我们把这个原汁笔头把它拆好之后呢 把这个原汁笔固定在矿泉水瓶头 然后将它制作成一个可以在肛门口这边灌水的一个注射器 我们尽量不要让这个瓶头部分会漏水 如果你手边有任何的油 甚至说有反式瓶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原汁笔头帮它润滑 这时候它会比较好这个深度毛茶的肛门里面 进去大概8到这个10公分左右 然后挤压这个瓶身 水就会这样流出来 如果说有堵住的话 你可以稍微再挤一下然后慢慢推 挤一下然后慢慢推 让这个原汁笔头慢慢的可以伸到毛茶的肛门里面 然后你在灌的时候慢慢的往回抽 往回抽往回抽往回抽 然后把肛门口把它挤住 这时候它的水才会从肛门周围渗出来 如果你附近的话有药局的话 你可以准备到像这个 生理食言水或蒸馏水 30-50cc的这个蒸桶 8G到24G的这个蒸头 直鞋管帆翅琳 好这时候我们就将这个生理食言水 充满这个蒸头 然后将这个直鞋管接到蒸头上面去 大概做一个这样的装置 我们再帮这样这个头抹上帆翅琳 然后大概会伸到里面大概8到10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整段把它润滑完 你也可以将这个帆翅琳涂在这个 动物毛茶的这个肛门口 直鞋管会比较好深入 假设这是你的狗狗或猫咪 这时候你可以帮它测躺 然后在它肛门口抹上帆翅琳 这样这个直鞋管慢慢的塞到这个 毛茶的肛门口 蒸入大概8到10公分左右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推动蒸桶 开始灌水 如果说你的毛茶本身是这个中小型犬 你大概灌大概20-30cc左右 如果说它本是一个大型犬的话 你每次大概灌50cc以上 然后让这个水分在它的肛门里面 停留大概30秒的时间 你再把肛门口把它放开来 它的那个水分就会从肛门口里面流出来 这时候就会把它身体里面的热量把它带出了 当热源移除之后呢 毛小孩就会恢复正常咯 当毛小孩体内的热源移除之后 它就有机会慢慢的恢复过来 然后恢复它的健康 以上是今天ET毛教授今天的节目 希望全家的毛小孩在这个烟夏日 都可以开心的度过这样的夏天 那我是ET教授陈州的医师 我们下次见